您好 欢迎收看9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辉 为了推动花莲传统产业转型及永续发展 吸引全球优秀的人才 打造花莲成为国际数位创新聚落 23、24号一连两天在美轮饭店 举办智慧花莲永续发展国际论坛 以及数位回栏黑客松 透过与国际永续经验对话 加速数位赋能与花莲永续发展 智慧花莲永续发展国际论坛 及数位回栏黑客松 23号和24号一连两天在美轮饭店办理 邀请AWS远传电信 维签科技等多个国内科技大厂 与国内外专家分享并与在地业者交流 天然许多表示 迷对气候变迁、天然灾害、人口老化以及疫情的挑战 以及数位经济时代的来临 花莲必须更积极建立创新创业的生态系 把人才留下并且赞用科技富裕推动产业转型 城市升级让花莲永续发展 这几年无论数位或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永续 其实产业界因为有生存的竞合 所以它的脚步必须走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而在民间或学校 在数位里面 以及我们的长者花莲的长者已经占到180% 甚至有七个象征师 长者65岁以上的长者是20% 我们如何让花莲县整个数位的提升 这是花莲县天前在做 所以我们透过远端的远端的医疗 以及透过数位中心的学习 透过乐宁站 让我们的农友 让我们的长者乐宁能够加进来 这就是不断的在对于数位的部分不断的在打基础 让我们的乡亲也能够追上数位以及科技应用的脚步 23号在美人大饭店举办的论坛以数位转型创新创业生态系 打开回覆地生创新以及特色产业数位转型的想象 记得终于快速到